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自从我们开始这网上的聚会 大家都急急地参与并分享 效果非常好 虽然因这疫情的严重 我们不能见面 但是通过这网上的聚会 大家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的圈缘 在不同地方同时能够敬拜上帝 非常感恩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信心带来盼望 信心带来盼望 旧约在历代之下20章记载 犹大王越沙法面临与东人的攻击和危害 他如何来到上帝边全寻求上帝的帮助 他的经历对我们做基督徒 正面临着疫情蔓延正好带给我们 一个美好的启发 历代之下 第二十章第九节 如果有灾祸临到我们 无论是刀剑 刑法 瘟疫 饥荒 我们在急难的时候 站在殿河里的面前 向你呼求 你必随听和施行拯救 因为你的名字在这殿内 同时 约沙法在上帝面前 祈求祷告 说 在历代之下20章第十二节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 约沙法王的祷告是一个既其绝望 但人就充满信心的祷告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这焦虑的笼罩中 新冠病也已经蔓延到世界的各地 人类的眼光都专注在这全球性的 这灾难的当中 疫情蔓延使全世界的经济 遭受巨大的损失 也夺走了许许多多人的宝贵的生命 面对目前的情形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也应该效法 约沙法的信心 因为信心是能够带给我们盼望 第一 从惧怕中信靠上帝 一代之下二十章第二到第四节 有人来向约沙法报告说 从海的对岸 就是从以东有大军前来攻击你 现在他们在哈喜训 哈马 哈喜训 哈马就是隐积的 于是 约沙法害怕起来 第一要寻求耶和国 就在犹大全地宣告进士 于是 犹大人记得起来 寻求耶和国的帮助 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国 约沙法带领百姓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其实他也会有害怕 沮丧愤怒的时候 但是当他带领百姓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 心中的惧怕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约沙法选择信靠上帝 也是我们寻求的上帝 活在惧怕中或信靠上帝 我们要做出选择 信靠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做出的选择 约沙法选择信靠上帝 寻求上帝之后 他宣告一个全国性的进士 离带之下二十章第四节 于是犹大人集合起来寻求耶和国的帮助 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国 这位王知道真正的帮助从何而来 真正的帮助就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国而来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二节 不仅如此 约沙法王也带领百姓来到那位帮助他们的上帝面前 把心中的惧怕向上帝表明 我们相信一切的疫情 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透过这一次疫情的发生 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 生命的短暂 人何等的渺小 不能升天 不能高傲 不能目中福神 即使这一次的疫情的发生 也让全世界人都醒觉 敬畏上帝和信靠上帝 是全人类的需要 也是上帝的心意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 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事接着祷告 祈求 带着感人的心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样神所吃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因此 作为一个基督徒 祷告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常态 当我们信靠上帝 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会赐给我们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思 什么是心思呢 心思就是我们的情绪 意念 什么是意念呢 就是我们的思想 在基督里 如此 我们的情绪 可以不再被这个恐惧 所激荡 我们的思想 可以不再受这个忧虑所烦扰 心靠 愿意 祷告证明我们对上帝有信心 祷告表明我们看重与上帝的关系 弟兄姐妹 由于疫情的发生 我们教会的聚会 虽然停止了 但我们个人临时生命 与上帝的关系 绝对不能够减退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手机上锁柄 不要关注新闻 过于关注上帝 因为当负面的信息 充斥我们心里的时候 内心就容易产生忧意和恐惧 所以在行动管制力期间 大家要安静在家里 做出时间和机会 固定某一个时间 在上帝面前祷告 读经 灵修 尝试 丰富我们的灵修生活 我们不断地灵修敬拜 刚强壮胆 就能够战胜一切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力 我们能够下把 耶稣法王的信心 因为信心 能够带给我们盼望 第二 从绝望中呼求上帝 什么是呼求 他是只面临崩溃的人 所发出的求救的呼吁 例如 以色列人在埃及 受苦呼求的声音 求救的声音 上帝听见了 出埃及记第二章23节 约瑶瑟法在历代之下二十章第五到第十二节 的呼求就是一个例子 约瑟法依靠上帝的心情而呼求 他的仰望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应许和他的作为 历代之下二十章第十二节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 在新冠病毒面前 我们可能以这叶瑟法感同身受 看看周遭的处境 通过这新闻的报导 晓得这些病人面对疫情时 那种的无助和绝望 当你看到被感染的病人和死亡的人数 不断的上升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的沮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应该像把叶瑟法王那样 承认自己无力自救的宣告 然而我们的盼望全的上帝 能赐下拯救 Amen 在历代之下的记载中 上帝借着拆派一位先知拯救 并提醒犹大 历代之下二十章第十五节 他就说 全犹大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 约撒法王啊 你们要留意 耶和国这样对你们说 你们不要因着大军惧怕和惊慌 因为战争的胜负不是在于你们 而是在于神 离带之下第二十章第十七节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人 这次你们不必出战 只要闻锁正地 战力不动 看耶和国为你们施行的拯救 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明天要出去攻击他们 耶和国必与你们同在 以色列百姓 甚至不需要争战 只需要摆正 站着 看耶和国为他们施行的拯救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出 在不同的时代 我们都面对不同的争战 有时候我们拼尽的权力 却无能为力 我们必须要呼求这位全能的上帝 生命中虽有打不完的战 但我们依然深信 当我们在绝望中无力中的时候 有一位信实可靠的上帝 能够帮助我们打圣战 哈利路亚 Amen 我们只有安静呼求 看耶和国所施行的救恩 诗篇46篇第10节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弟兄姐妹 上帝一致都在 当我们养活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会把绝望变为希望 上帝会赐给我们希望 盼望 以自己乐观的心态 面对一切的艰难 困苦或平静 安慰的生活 我们要先把耶撒法王的信心 呼求上帝 在绝望中呼求上帝 依然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他 一位信心 能够带给我们盼望 第三 从送战中取得胜利 历代之下 20章20节 第二天早晨 众人清早起来 出发到提格亚的旷野去 他们正出去的时候 约上帕站起来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你们要听我的话 信靠耶路撒冷的神 你们就必坚立 信靠他的先知 你们就必亨通 21节 约撒法和人民商议好了 就指派向耶和国歌唱的人 使他们身穿圣洁的服饰 走在军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国说 你们要称颂赞美耶和国 因他的词爱永远长存 哈利路亚 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当他们开始欢呼赞美的时候 耶和国就派出服兵 击撒那起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 摩亚人和西尔山的人 他们就被击溃了 原来亚门人和摩亚人 起来攻击住西尔山的人 把他们杀尽灭绝 他们灭尽了住西尔山的人以后 竟又自相残上 这残的战争最后的胜利 就是约撒法王带领百姓 送赞赞美上帝 当他们正在唱歌 赞美上帝的时候 耶和国就派出服兵 击败他们的敌人 最后的局局就是 靠着赞美颂赞和称谢 取得胜利 弟兄姐妹 外事必互相效力 疫情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 借着这一次的疫情的发生 也让我们每一位做上帝的儿女 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怕我们在面对这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永不动摇地信靠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相信 明天由上帝掌管 这种信心 让我们更加有责任感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在疫情的面前 做好妥善防备的措施 其一的就交托给我们的上帝 不论今天疫情如何 我们都要以颂赞感恩的心 赞美承受我们的上帝 万王之王 万族之主 耶稣依然坐在宝座上 掌管一切 阿们 以赞美送赞 取代 恐惧 绝望 和埋怨 这样我们的生活 所充满的就是 上帝的同在和力量 得胜就在不远之处 最后 我们相信 在上帝的恩典 带领祝福中 我们能够看到盼望的时光 疫情一定会过去 天空会更加的灿烂 阳光会更加的温暖 因为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愿上帝也赐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身心灵都兴盛而安康 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一起祷告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切片我们自己 告诉我们的上帝 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许多事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唯有就是 仰望的信号 愿你的介入 在我们生命中 来带领我们 来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看到 你奇妙的作为 我们的口 要时时刻刻 来吃送 来赞美你 你是那全人的上帝 你是我们的 随时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上载 你是我们的盾牌 你的双手重复 离开我们 在你手中 我们有稳妥 我们有盼望 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力 天父 也愿你保守着 弟兄姐妹 赐给我们 身心灵都兴盛 安康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字 祷告 天父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上聚会再见